日前石门国小副社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校外教学的时候 发现有一名男子正以麻布袋装取石门洞的贝壳纱 要向前去制止时男子便快步的离去 为此小朋友们也扮起了守护家乡的正义角色 要走访警察局以及去公所 要来找寻守护贝壳纱的办法 石门区石门洞是相当知名的观光景点 整片漂亮又特殊的贝壳纱沙滩 更是备受喜爱的观光亮点 也是石门国小负责幼儿园孩子们上户外踏查课最喜欢去的地方 日前在上课时小朋友发现有一名男子 正在以麻布袋装取贝壳纱 而孩子们要前去制止时男子便快步离去 为此小朋友也扮起守护家乡的正义角色 找寻守护贝壳纱的办法 有一次我们去踏查的时候 远远的就有看到说 好像有一个叔叔在拿袋子装沙子 那孩子就意识到说 这个贝壳纱其实是应该留在这个沙滩的啊 是不是不能拿走 所以我们就想要去就是提醒跟那个叔叔说我们不能去拿 但是呢我们走过去的时候叔叔就跑掉了这样子 那孩子就在心里起了激当就说 其实这个沙贝壳是要留给这个沙滩的 那我们到底可不可以拿走 随便拿走这个沙子呢 那孩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 我们要找人帮忙 那我们第一个就是去找警察 所以我们就带着孩子到警察局去访问 那警察也告诉我们说可以去区公所询问说 这个贝壳纱究竟是可以拿还是不可以拿 前往派出所询问警察有什么办法 得知区公所才是委管单位 因此孩子们再到区公所询问 最后得知带走贝壳纱是不对的行为 小朋友也期盼公所的叔叔阿姨们 可以在石门洞设置一个警告标示 告诉大家贝壳纱是不可以带走的 那因为我们去踏查的时候 孩子也都会去看那些标示啊 去说不能乱丢垃圾啊 还有带宠物出门的时候 不可以让他们水地大小便要去清洁 那孩子就有发现到说 我们好像没有看到那个告示牌上说 贝壳纱能不能拿 所以呢我们才带领孩子去询问去访问 那希望就是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要爱护我们的环境 因为近日在石门幼儿园呢 在校外参访的时候呢 参访石门洞 那他们发现呢 就是有民众有盗采贝壳纱的情形 那有发现这个情形呢 请立即那个通知本所 或者是立即就报警处理 那石门公所这边呢 处理的现在有发现这个情形呢 我们往后会在石门洞 沙滩处明显处呢 我们会树立一个告示牌 或整合一个告示牌的动作 然后告诉民众 那个盗采贝壳纱是相当严重的行为 这样子除了破坏生态以外 就是也会把我们的沿线的那个贝壳纱 美丽的海景给带走 所以呢希望呼吁民众就是说 如果来石门洞呢 除了观赏美丽的海景呢 切勿就是不要破坏周遭的环境 以及那个带走贝壳纱 而贝壳纱的行程相当不容易 是贝壳珊瑚与恐虫经历多年在海中的滚动 因为碰撞变得细碎 才有陷在沙滩上又像贝壳又像沙的质地 呼吁民众若是发现到财的情势 务必要通报公所或是派出所 而贝壳纱属于国有财产 绝对不容许盗取 也呼吁游客美景是用来欣赏 千万不要因为一己之私 就把贝壳纱带走 不但破坏了景色 还会因此刺上官司 计较大品函十门采访报道